上个视频给大家看了曼省MPI官方给出的圆柄绿灯左转教程 但是视频中关于左转建立不是很透彻 所以今天再讲一讲 第一,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建立 仅一种情况需要建立 圆柄绿灯,并且你是第一辆车 并且前方路口没有堵住 并且对象车道正在有车通过 以上条件缺一扑格 比如说,红灯你肯定不能上去建立 你前面有车,你也不能上去建立 你前面没车,但是前面的路口被堵了 你也不能上前 绿灯,前面没车 左边没有行人在过马路 对面也没有车过来 你可以直接左转 不需要在路口停一下,建立一下再走 第二,建立的位置 官网的解释是这样的 Wing is safe, move ahead to just before the center of the intersection and just to the right of the directional oncoming line 这就很清晰了 就是开到十字路口中心的前面 但是不能超过中心 因为超过了会影响对面左转的车 另外就是双向车道中线的右边 我从曼省官网下载的PDF版四级手册中的一张图 很好地解释了左转建立的位置 好了,关于圆柄绿灯左转建立 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